最近小编在看一部韩剧叫做 我的ID是江南美人 男主觉得帅气已经离岛广大没有年龄限制的女性 果然看脸的世界 好看就是占优势 小编看剧的时候 觉得女主为了变美去整容 是一件非常正确的事情 变美之后 她得到了更多的爱与关怀 觉得生活充满希望 所以小编觉得不要用柳子眼镜 去看一些整容的人 他们的初衷就是让生活更美好 小编认为眼睛是权点最为重要的 因为在与人接触的那一刻 最深刻的印象往往是眼神的交流 而如果你有一双闪亮的灵动双眸 就会给人眼前一亮的感觉 所以双眼皮才会这么经久不衰吧 其实双眼皮手术看似简单 但是要做的让MM非常满意 可不是想象中的那么简单哦 所以一定要选择正规的机构及医生 所以割双眼皮也是一样的 除了医生技术体质关键性作用 医生的审美也是十分重要的 很多人都知道 面诊时医生会一边测量 一边讲解 这就是在根据个人情况设计双眼皮 那么医生们到底在设计什么呢 今天小编从这几点来给尼蒙达理解惑 一眼链长度眼链 其实就是眼睛的长度专业来说 就是内字点到被外字点的直线距离 一般来说30毫米左右 最佳若眼睛比较短小的小可爱医生 会根据具体情况建议割双眼皮的同时 开内眼角或外眼角来解决二两眼间距 就是从右眼那眼角到左眼那眼角的 距离一般长度在32到36毫米 那是最佳的两眼间距 其实关系到整体美感 因此专家会根据个人情况 结合三听五眼的审美标准 来进行定制两眼间距果宽 会增加面部不协调感 感觉目光呆至三 眉眼间距眉眼间距太近 双眼皮就不能做得太宽 否则使得眉形与眼睛变得极度不协调 而眉眼间距宽 可以选择做宽一些的双眼皮 从视觉上缩短距离 会显得人更加年轻 解决眉眼间距问题 后显得整个人都有灵气 很多眼睛可以是无辜 也可以猛感十足似 臃肿程度尚浅 是不是存在于臃肿情况 这项基本是面诊时必须确认的 眼部脂肪堆积明显的 单单割双眼皮 是行不通的书中 就要取出多余脂肪才行这样 做出来的眼睛才能更加有神武 松弛程度 有些人即使是双眼皮 但由于年龄增加或者其他因素 导致眼部皮肤松弛下垂 感觉没精神 若是这种情况 医生会考虑外术中去皮 等多种术式结合 买脚症修复存在的情况 正因每个人眼部情况不同 因此手术方案不同 价格也自然不同 看看自己的眼睛 有没有这些情况 把上剪下垂内自坠皮肿眼抛霜 眼皮术前进行咨询 是必不可少的也是相当重要的一个环节 很多失败和不满都是因为沟通问题产生的 所以宝宝们要好好面诊 做双眼皮须知 下面是小编整理的一些注意事项 一做之前一定要面诊 充分了解自己的眼部条件再做决定 二手术要避开精气 三面诊前请去美瞳 去隐形眼镜 去甲睫毛 去眼线纹的眼线除外 摘掉双眼皮贴 四冷天不可感冒 热天不可腹泻 术前两周醒悟服用活血化育药物 避免术中出血过多 五手术当天不可以化妆 化妆品含有大量化学元素 手术前卸妆 可能会导致有化学元素残留 手术伤口容易感染 避免不必要的麻烦 不可以戴手势 不可以戴眼睛眼镜 请勿 自行开车前来 手术虚包纱布伤口涂眼高 视线会略有模糊 影响驾驶 六手术历时一小时 可以吃饱饭 耐心等待手术 七双眼皮手术一般是举麻 打针有一点痛 手术不痛 八术后眼睛肿是肯定的 备好冰蛋 坚持前72小时冰敷 后72小时热敷 九一周左右拆卸 十一周内伤口不要直接碰水 洗脸洗澡 避开眼睛 伤口要用生理眼水清洁 十一术后不要看电视 报纸 手机 卧床休息时最好 半卧位把枕头垫高 以免眼睛过度疲劳 祸头部位置过低 而加重伤口肿胀 十二恢复期间不要吃海鲜 辛辣 容易引起过敏的东西 十三一般七到十四天能够消肿 根据体质不同 有些人可能更久 一个月之内都算正常 不需要心急 十四三个月左右能恢复 自然而如果 迷蒙觉得小编讲的还不够明白仍有种种疑虑的话 请私信我